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還會做一個儀式的 就是我會跟龍小坤一起 做一個脫臉具的儀式 準備 3 2 1 你跟梁振英一樣是沒有吃的 這首歌最在網路上熱傳的時候 正正是小弟坐牢的三個星期 也是毓民、大狗、長毛他們 拉布的高峰期 其實現在還在拉布的高峰期 這首歌當時很Hit 很紅 我在監獄不能上網 不能在Youtube 我怎知道他很紅 就是黃毓民告訴我 黃毓民每次來探交和我說 哇 拉布置這首歌 怎料又升了多少 很好聽 我聽不到 怎料他有多好聽 他很緊張那首歌 我怎料他有多好聽 我怎料他有多好聽 就怎料他唱 好像他唱 我說你這麼緊張 我都沒辦法參與到 我又沒聽過那首歌 我怎料他是不是真的好聽 然後他跟我說 那我唱過你聽 我第一次聽拉布戰就是黃毓民 在淡監房唱給我聽 還要你記不記得那首歌 那首歌 即是原本G大調的版本 那首歌 Youtube的版本 中間的Music Break 是會有毓民在發言的 他重新發言一次 那他在淡監房唱給我聽 他說 你看看 很感人 很多人聽完都哭 為什麼 因為我最初聽到那個版本 他唱我理解不到 為何聽完會感人 後來 我終於放過牢 看Youtube 真的G大調 還有山卡拉 山卡拉今晚就來了 山卡拉寫這首歌 那麼G大調演繹 不知為何每次聽到 好像有點想哭 於是今天又想嘗試 不如龍小菌的演繹又會怎樣 那你們覺得怎樣 謝謝 要是這樣 我送個面具給你 你下次試試用這個面具演出 好 又或者起碼你試試一件事 你試試今年七一戴這個面具上街 試試 你試試擺一擺 行不行 謝謝 為何要這樣做呢 為何要這樣做呢 我不知道現場有多少是會 經常參與示威活動 我想說一個示威的情況就是 譬如示威的時候 如果去到最前線的位置 警察會噴胡椒噴霧 警察噴胡椒噴霧 如果遇到一些有面罩 有眼罩的人 他們會有一個動作 會先扯下你的面罩 再噴胡椒噴霧 那你想像一下 如果他們遇到龍小怪 一扯下你的面罩 會 這下震撼了吧 胡椒噴霧也噴回頭了 今年七一靠你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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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